《月光王口诗原品》 第二十六 这时贤者阿难听了这话 悲痛仇闷 更加觉得伤感欺切了 他对佛陀说 现在尊者舍利弗这样的佛法大将军 也已经灭盘了 我还有什么可医护的呢 佛陀告诉他说 舍利弗虽然已经灭度了 但他的戒 定 会 解脱 解脱之间 这样的无漏法身是不会灭的 另外 舍利弗不仅现在不忍心看到我入灭盘 而自己先驱入灭度 过去世中 他也不忍心看见我死 而在我之前死去了 贤者阿难 何嘗对佛陀说 不知道过去舍利弗在世尊之前而死 是怎么一回事呢 希望佛陀为我们解说吧 佛陀告诉阿难说 过去久远 无量无数 不可思议阿僧齐节以前 在这个阎福陀世界 有一个国王 名叫 詹陀婆罗皮 汉语的意思是月光 他统领的阎福陀中 八万四千个小国 六万座山川 八百万个村落 国王有两万名夫人宫女 他的第一位夫人 名叫 詩摩坦 汉语的意思是花诗 有一万名大臣 其中第一个大臣 名叫摩詹陀 汉语的意思是大岳 国王还有五百名太子 汉语的意思是戒陀 国王所居住的都城 名叫 巴陀祺陀 汉语的意思是贤首 城池长宽达四百游巡 神是用金 银 琉璃 玻璃建成的 城的四边一共有一百二十个城门 街道小巷整齐美观 另外城中含有四排树木 也是金 银 琉璃 玻璃做成的 有的是金之银也 有的是银之金也 有的是琉璃之玻璃也 还有的是玻璃之琉璃也 城里有许多宝石 也是金 银 琉璃 玻璃建成的 池底的沙子也都是四宝做成的 国王的内宫周围四十里 也全都是用金 银 琉璃 玻璃建造而成的 他的国家富裕丰盛 人们安逸快乐 国中的奇异珍宝不可计数 当时国王端坐在宫殿之上 忽然生出这样的想法 人生暂时尊荣豪贵 为接下人所信仰 所说的话也没有人敢违抗 稀有的 书要的 满足无欲的东西 都能随着我的心愿而获得 这些果报都是因为从前积德修复的结果呀 就好像农夫在春天大量播种 到了夏天和秋天就能获得丰收 再到春天的时候 如果不七情播种 到了秋天还有什么指望呢 我现在也是一样啊 因为从前修复而获得了现在的书要果报 如果现在不再积德修复 以后也就没有收获书圣妙果的希望了呀 想到这儿 国王就告诉各位大使者 现在我想拿出仓库里的圣妙珍宝 放在各个城门和集市中 做广大的布施 无论众生需要什么 全部都给他们 又命运侠属的八万四千个小国 全都打开仓库 尽他们所能广行布施 尊伟大使都说 是 谨尊王令恭敬执行 于是臣子们射起金床 敲击金谷 到处传达国王的慈善战略 远近内外的百姓 都知道了这个消息 当时国内的沙门 婆罗门 疲困孤老 缺衣小时的人 强壮的和磊弱的人 都相互扶持 如云雨般聚集在布施的地方 需要衣服的给予衣服 需要食物的给予食物 金银宝物 治病的医药 所需的一切 都随人们的心意而给予 严福其内的所有臣民 都蒙受了国王的恩责 快乐无比 歌颂赞美国王的话 充满了大街想象 国王的美名广为流传 遍及四方 人人倾佩 仰慕国王的恩德和教化 当时在天气上 有一个小国家 国王名叫皮摩斯玛 听说月光王的美名 令人仰慕 就心怀忌妒 连教都顺不安稳 他暗自私认道 如果不除掉月光王 那我就不会出名呀 应该想办法 请一些扑造的人来 找这些人来办这件事 这样想好之后 就摆设了美味佳瑶和各种饮食 派人请来国内的饭制 恭敬地供奉他们 不让他们有所失望 这样经过三个月之后 才告诉诸位饭制 说 我现在有件忧心的事 一时停落在心头 令我日夜不安 你们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吗 你们是我所恭敬供养的 些大知识 应当想办法 帮助我解除这件忧心的事 众位婆罗门对国王说 国王有什么忧愁之事 就告诉我们吧 国王说道 那位月光王的弥生和功德 远波自方 而我却卑微恼小 没有这样的美名 我已经想要除掉它 你们有什么办法 能办成这件事吗 那些婆罗门听了这话 纷纷说道 那位月光王 慈悲利益一切众生 连领救济 取苦困恶的人 像百姓的父母一样 我们是什么样的心肠啊 怎能参与这种恶毒的计谋呢 我们宁愿自杀 也不能做这种事 于是众人也不顾逆国王的供养 都纷纷离开了 于是皮摩斯那更将忧愁烦恼了 他四处公布告令说 如果谁能帮我得到月光王的人头 我将分半壁江山给他 和他共同治理国家 并将女儿取配给他 当时山行有一位婆罗门 离家劳度差 听到了国王的赵木令 就前来离赵 国王十分欢喜 再次对他说 如果你能够帮我办成这件事 我绝不违背自己的誓言 你要是能吃的话 什么时候出发呢 婆罗门说 你给我准备陆上所需的粮食 七天后我就出发了 于是婆罗门就密切咒语来保护自己 七天后来向国王辞行 国王给予他所需要的物品后 他就前面出发了 那么 那么 舍利弗面盘以后 沙尼君体 收好了 舍利弗的舍利 装在箔中 以及 以及 舍利弗的袈裟 一起拿到佛陀的面前 那么 阿那呢 也觉得很悲伤 就问 佛陀 这个因缘 为什么 为什么 舍利弗 先涅槃呢 那么 佛 告诉他 舍利弗虽然灭渡了 但是他的 戒定会 解脱 解脱之鉴 这样的无路法生是不毁灭的 这一点啊 大家要明白 我们 活在这个世间呀 经常会看到 这个人 去世了 那个人 去世了 那么 是什么 灭尽了呢 是 肉体 肉体 那么 他的 神识 并不能够 灭尽 他的神识呢 转化成一种 另外的方式 又 存在于 其他的环境之中了 这是一种 便秘 那么对于 心正有诚的 圣贤来说 同样 虽然他的肉体 便秘了 但是他呢 内在 修正 有诚的 戒定会 法生 这些呢 是依然存在的 不会别灭的 这些 修正 有诚的 圣贤 到哪里去了呢 就到了 四圣 法界 不在 神面了 所以 对于 一般人来说 我们会有 无常的感觉 但是对于 修正 有诚的 圣人呢 来看 他的内在 并没有 什么变化 所以呢 也谈不到 什么伤心 不伤心 只有 圣术的凡人 才有 这种的 知见 那么 阿娜就问 为什么 舍利弗啊 在佛前 先 入涅槃 那么 佛告诉 阿娜 舍利弗 不仅仅 这一次 先 我 入涅槃 过去 也是 这样 那么 佛 阿娜就问 这个 因缘 为什么 佛陀呀 就把 过去的 温元 又 重新 展现了一遍 我们看 这个故事 就好像 又回到了 过去 无数 年前 无数的 时光 以前 这个画面 里面 去了 我们来看 在过去 有一个 美丽的国家 里边呢 有山川 有人民 有国王 有夫人 有大成 那么这个国王呢 统治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呢 非常的优美 用金银 用金银流离玻璃来建筑而成的 环境优美 国家 国家赋予人民 安逸 快乐 非常的好 尤其难能可贵的呢 是这个国王 明白英国道理 明白呀 自己 为什么 做的国王 为什么 自己这个国家呀 非常的 富饶 这是最重要的 知道啊 福报 是靠 行善 积累起来 行善呢 是以 为大众服务 为大众着想 让大众 得到利益 来建立起来的 就像春天播种 秋天才能够收获一样 那么呢 我们平时呀 要时时刻刻呀 都能够行善 利益大众 将来我们的福报 才不会减少 还能够呢 像现在这样 富饶 还能够 逐渐积累 比现在还更好 这是国王 对财富 对权势的理解 于是呢 他下了一个命令 要求他的大臣 从仓库里边 拿出 圣调的珍宝 放在各个城门 和集市中 说广大 不失 问众生 需要什么 全部都给他们 于是呢 把仓库打开了 广行不睡 人们听说了 都来呀 取自己需要的物资 需要衣服的 给衣服 需要食物的 给食物 经营 保物 治病的医药 所需的一切 都随人们的心意 而给予 慢慢的呢 强壮的 和平弱的人 逐渐就 也受此影响 相互扶持 相互帮助 都懂得 行善的原理了 因为国王 他的理解 因为国王 他所做的 这些行善的行为 整个国家的人民 都受益 都懂得 这个原理 都来行善 都来帮助别人 慢慢这个国王 就教化人民啊 人民都欢欣 国王 赞叹 国王的美丽 这一点 对于我们现在 大众 都有 极大的见解 意义 我们现在的人 都想这样 获得财富 都获得 都想 生活过得好 那么怎么 获得财富呢 怎么 让自己生活 过得好呢 我们要明白 这个道理 不是靠 竞争 而是靠 行善 行善 基福 这个福的力量 展现出来呀 我们才有福报 才能够呀 表现出 我们的财富 表现出 我们的权贵 没有福报 财富是来不了的 权贵是不会出现的 这个是真理 所以 我们现在的人 往往是什么呢 越竞争 后果越差 越靠 世俗的这套方法 去获得呀 名利去 权势 实质上呢 最后 可能 暂时获得 将来呀 有可能 又失去了 而且 这一世 把权 拿去 福报 都表现得 淋漓 淋漓 尽致 福报都消耗得 差不多了 那么下一辈子呀 下一世 我们很可能 就变成呀 言皆 乞讨 实不果负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行善 积福 才是真正呀 获得 财富 唯一出路 行 但是 行善 我们 也要明白 也不是那么 容易做的呀 我们想 国王这样子来帮助大众啦 大众应该呢 都满意吧 不 有人不满意 邻国国王 不满意啦 你说 月光王 和这个邻国的国王 并没有妨碍他什么呀 但是 就是因为 月光王啊 行善 让大家呀 让大家呀 欢喜 邻国国王 就不乐意了 就想把月光王杀掉 伤掉了 月光王 啊 灵国国王就说 啊 我才能出名呀 可见呀 在我们这个世间 行善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做好事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弘扬佛法 传播真理 是很难的事情 我们 大家一定要明白 不是那么简单的呀 我们学了佛法 照佛说的做 我们就没问题了 不简单的 这个世间呀 总是 对立的 一件事的出现 总有 同意的 那一部分 也总有 反对的 那一部分 因为什么呢 不知道因为什么 莫名其妙的原因 他就来反对 他就想 除掉你 害你 利用你 控制你 以实现 他自己的目标 我们一定要明白 这个道理 我们现在学佛呀 我们学在心里 就好了 不要去说 不要表现在 面子上 我们心里懂了佛法了 用佛法指导 我们去行善 悄悄的行善 不知不觉的行善 不知不觉的改变自己啊 这是最好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 别人不知道 他就不能来害我们 一旦 你把 行善呀 学佛呀 露出来了 很有可能啊 就有人来 障碍我们 骚扰我们 干扰我们 所以呢 我们要和光同尘呢 表面上 我们穿的衣服 和大众一样 我们说的话 和大众一样 我们干的事 和大众一样 只不过呢 我们自己心里边 明白 心里边有佛法 默默的呀 用佛法 改变我们自己 默默的用佛法 指导我们的生活时间 这个呀 最稳妥 阻力呢 最小 效果呀 最好 我们能够走得远 走得长久 包括 我们现在 打气呀 传播佛法呀 一定要寻缘传播 我们不自己 主动的 去给人 这些资料 不主动的 说怎么样 而且随缘 给一些呀 愿意接受佛法的人 愿意 学习佛法的人 在他 主动要求下 我们给人家资料 介绍人家学佛 告诉人家 打气的消息 自己来学就好了 随缘最好 随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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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得通 我们现在呢 正在 把过去 种种打气的 模式 学习的形式 都做成 光盘 慢慢的呢 传播到 钱家瓦户去 但是我们 一定要接受 这些历史教训 不能 无原则的 到处给大家 不管认识不认识 接受不接受 我们都给人家 这个呀 必然 会碰到 类似 邻国国王 为了他的 贪欲 来 杀掉 月光王 所以呢 我们不能 这么做 我们呀 不要名 我们 我们也不要利 我们就是 学佛 佛法很好 我们要传播 我们就 靠人传人 就好了 把我们 打气的这些 形成的 英秀的方式 方法 内容 靠缘分 传播 给那些呀 愿意接受 的人群吧 这样的话呢 我们能够呀 顺利的 进入 家家户户去 能够呢 不受到干扰 不受到 就像这个故事 说的 这个邻国国王的 嫉妒 那么我们 也不受害 这个请大家 一定要 接受 这些 经验 教训 今天 我们学习到这里 下一次 我们再接着 学习 谢谢大家